字幕作为کn 哈啰 无垢M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iPhone XR 我用了差不多有整个多月 我就不是一个3C达人 所以我就以一个平常iPhone用户的心得来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点 iPhone XR 我相信人家很多都会知道是说 很多人会讲到它的视频,它的DPI Restolution 没有这样高,颗粒就会比较大 甚至会比7 Plus 的更低 7 Plus 有400多 iPhone X好像才 326 罢了 我不上去大人,所以说是没有记这么清楚 最主要一点,我本身试过很多的视频 还有一些的照片、画质 基本上我们的肉眼其实是很难分辨出来 它这个解析度的,除非说你是拿到这么近 不过就有一点点的CM的部分 就有可能你会看到它的颗粒状会比较大 这边也会放我用这个 iPhone 7 Plus 还有这个 XR 用录屏的方式录了两个 Full HD 1080 的这个视频 放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在这边看到来讲 基本上其实我们肉眼呢 是看不出有多大的分别的 很多人在买 iPhone XR 的时候 其实最在意就是它的这个边框 我就这边开一个白色的图背景 给大家看看 Geo Knox 这边 你可以看到其实它的边框 很多人会认为说它的边框其实是蛮厚 如果你把它跟 XS 还有 XS Max 来比 自然而然它的边框是比较厚的 但是其实你看久了之后 你在用的时候你也不怎么会去注意这个边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镜头 虽然说这个 XR 只有这个单镜头 主要的来讲它这个是管角的单镜头 我本身也会放一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基本上来讲你早上在光线的充足底下 你看到其实它也是算还蛮OK的 当然我不能够讲说它可以跟当眼相机比 自然也是有人拍了是来跟当眼相机比 通知那天晚上我拍月亮 你们看 其实我在晚间如果你要拍月亮来讲的话 或者是拍一些星空 我就个人认为真的是拍不到啦 拍月亮我没有放大 基本上是还OK的 但是在于是说你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单镜头之下来讲的话呢 你会看到它其实在这里呢 它是没有一个二加的 不能够两倍Zoom的 靠这个Zoom法 这样子的Zoom法 最主要是这一代iPhone XS, XS Max, XR 它们多了这个Smart HD 它在调整照片来讲是四张合成一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调出最漂亮的那一张 还有一个就是讲说 Tincoc,现在的Apple的这个CEO 它是有讲到说出了iOS 12.1 这样是说有修复这个镜头有美颜的状态 但是基本上照我看来讲的话 我现在奥迪了12.1.2嘛 还是可以看到是说 还是有稍微有一些的美颜 那么当然我们过去会用Apps来调整这个美颜的部分 现在基本上其实你可以不用用也是可以拍出蛮好看的照片 当然有一些人是不喜欢的 那么我个人就还好还不错 那在视频方面我也会给你们看一下就是 如果网上这个很暗的网上网上拍的 你看它其实还OK 它不会说按到完全看不到东西 当然它是有一个路灯在那边 在过来这一个视频 我去打包的时候测试一下 当我走的时候它的抖度到底有多强 当时因为我一边手是提着东西 我没有办法两个手一起这样子拿变化 所以它的抖度是有一些些的 但是基本上在视频里面你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没有很抖 那么接下来我再给你们看一个 我一边走拿着自拍视频 你们可以看到来讲的话 其实基本上它的Smart HD 的确是有帮助到 我相信应该是在视频上面也是有帮助到 就是我一边走就算我一边拿着 它也是不会很抖 现在就在室外测试 看这个很吵杂的环境之下 到底这个收音是如何 然后我现在走进这个卡巴 还有我手拿很抖 就看这个视频输出的时候 到底它是有多抖 那么这也是我使用后个月之后 来测试这个视频 然后就简单的拍给大家做一些例子看看 iPhone XR iPhone XS Max 还有XX来讲的话 基本上它们的运行速度都很快 虽然说XR是3GB RAM 10X Max 10X 10X 它们是4GB RAM 就是说可能在处理上面来讲 还会多快一些 但是so far 因为它们的处理器都是用A12 Bionic 我so far是觉得真的是蛮快 最主要很多新闻有传出来 这个第四点来讲的话 我要讲的就是收线的问题 基本上其实呢 我昨天是有 电话的原本的主线 Telcore的Prime的线 还有就是家里收WiFi 5GXJ so far讲真正的速度并没有很差 可能某一些的机种 或者是说 所谓人家想买到机网 可能就会遇到这个收视的问题 那么你也可以看到以下的这个对比 一个是WiFi 一个是1SOX 我用这个台 这个网速的测试的对比 第五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它的电率续航 我相信如果有看到很多报导的新闻 iPhone XR XX 还有XX Max来讲的话 大家都会看到是 这三款机种里面 电池持航力最强的 就是这个iPhone XR 甚至有新闻讲到 就是说 有史以来iPhone里面 所有的这个机种XR 电池持航力 是最好的 我本身也是有试过 那么我一开始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可能你是敢买新机 所以说你就有 电池比较耐的状况 不过我就用了一个月下来 就发现真的 可以达到一天一冲的这种情形 甚至我早下起来的时候 100%用到网上 至少还有都30% 因为我算是Heavy User 因为我们都是在做这个online的这个拍摄 一些的online的生意 online消了一部顾客 所以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我相信我们是蛮重量级使用的 包括我老婆有更多 他都是可以做到一天一冲的这个情形 多久的时间实际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去广泛查看一下 第六点 Haptic Touch 不能够说他取代3D Touch 但是只是说他可能是想要省了XR成本 所以他就用了Haptic Touch 在12.1.1的时候 提升了更多Haptic Touch Function 一开始说我用的时候呢 可能我就会认为说他要按很用力 其实为什么他也不会开 只需要轻轻的 通一下按9点他就开了 他现在outgrade到12.1.1的时候呢 Haptic Touch在line这个部分呢 就已经可以让你们好像说 偷看别人来的星星 不会产生已读不回的这个情形 我意思是WhatsApp 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 我本身也是很少这样子测试 但so far 我是有看过应该是可以啦 也没有说多大的分别在于哪里 如果你是3D Touch的重度使用者的话 会建议你拿10X或者10X Max 即使我用7 Plus的时候 我也没有说是一个很依赖3D Touch的用户 用户来的 第七点我们要讲的是最特别的 很多人他们会有问 其实这个10X 10X Max还有这个10R 到底有没有双卡双代 不是香港不是中国的版本 其实它也可以被称为双卡双代 一种卡呢是实体卡 另外一种呢是E-SYN E-SYN是什么 E-SYN呢是叫虚拟卡 目前马来西亚只有Mexis有用 不过是For Huawei的手表的很像 很多电台都还没有用 虚拟卡E-SYN呢是什么意思 就是讲说你要去到他们的公司 去到柜台前面 你去跟他讲你要注册这张号码 我相信应该是你要转台 或者是说直接把你原本有的号码 转进去他们这个公司里面变成E-SYN 那么我看过台湾版本 看过大陆的版本 他们使用E-SYN的测试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测试 他们两种的卡都是可以相对来兑换 变成你的主卡 还有让你使用一个4G的网络 在未来出这个E-SYN的时候 我也会率先的去把它注册 然后之后来拍一个视频 给大家知道 第八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比了这个 我不懂iPhone X有没有 因为我没有用过iPhone X iPhone 7 它就没有一个可以点了 换新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 but at least是说 当你在拿着 你没有看着它的时候 其实你这样动一下 它就已经是会亮的了 所以呢在这一部分 其实看个人喜欢 或者是说你这样子一拿起来 它就会换醒了 或者是说当你关掉的时候 然后你只要轻轻这样子 动一下它就已经亮了 第九 跟大家分享的关于这个 它的speaker 乍听之下 我会发现到 跟7PLUS比较 7PLUS把声量开到满 在SR你只是要开一半 50%这样子 你就会发现到 它的声音是比7PLUS更大声的 它的音质量 个人本身的觉得 真的会比较好听一点点 当然7PLUS可能 这边也是有声音 这边也是会有声音 也可以做到一点点的环绕的效果 在SR方面来讲的话 我个人觉得它的环绕效果是会更强的 我这边放两个video给大家听听看 一个是SR 一个是7PLUS拍的录音 请大家看看下酒的效果如何 沿选 一档 .' 别 Vive 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我的频道哦 要记得打开小铃铛 当我一发布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哦 谢谢大家